非常感谢叶同修的发言 现在我们有请来自高雄的潘郑佑同修 和我们分享他的真实感悟 博源身后的潘同修 经常在寺院做义工 修行心灵法门之后 孙女乖巧听话 女儿手术顺利 快速恢复 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来自世界国地的同修们大家好 修行感恩大慈大悲关心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如台长 还有龙天护华 我叫做潘郑佑 我大十个乡 我二十个乡 几个乡就开始在接住这个宗教 后来拥了几十年 我要挨的地方 所在都不是我要订的 可惜我还是对了很多的各式庙也去参观 可是我的感觉 心情不是我要订的 我先来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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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爱这个花忙 就是今年七月份我才开始接到 官司发明的心灵发明 七月份我是游教的时候李冠惠小姐 他跟我說 潘姐我才有一個方便的方問 你才有要拿片子回去看 我就說好 結果拿袋回去看 盧台長這個片 王爹 我在家裡郭芳去看的時候 唉唷 我看著人髮塞在那裡 我就說 阿菜真奇怪是在靠什麼 我就知道這件事我要愛的 心靈犯門就是在這裡 我就總團那位說 我要來接受這個犯門 結果呢 我就是心靈犯門的這個婆婆 我就跟他們說 應該是要怎麼念 經要怎麼念小房子 我就這樣想說 回家上京 不見到家裡的人 因為我的心態呢 是說 家裡裡面有對一個口 我就隨時去幫他們 幫他們 像以前古早人說一句話 就是有看到困難就生氣 所以我的感覺呢 我的內心做這件事 念了經做了光客念經 我真的很高興 我也是很高興 他們很高興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年輕的時候 我以後有什麼困難 佛塞 都會直接在人中告訴我 美鳳說我本來是一個廚師 因為家中總是要經濟來源 我去做一個廚師的餐館 那時候 新增已經很軟 我已經吃了瘦了 後來呢 佛塞在夢中 就跟我說 你可以吃 不可以吃 我就聽佛塞的位 的器材 但是我不敢吃了 做了十幾年 那間公司做給我改善 我就出來開這個廚師館 其實佛塞要讓我開這個廚師館 我的廚師館開了兩年 到兩千塊 七年才開下來 中甘佛塞真照顧 我真感恩 我中後不做的時候 將來不可以存貴菜 我又很感恩 中甘佛塞 好 後來身體真實實 做了不可以 小孩已經大學了 我的小孩就告訴我 媽媽你不要做了 很辛苦 你可以拿下來 幫我照顧小孩 我就拿下來 怕是 還有各處 大廚師館去家園幫忙 各鄉 大廚師館都會 叫我去 我就去做 我就覺得說 這樣做 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的福保健康 給我 我可以做這件事 我有紀元我就去做這件事 我做這件事的時候 有人跟我說 唱說 啊你怎麼會戰功 有錢怎麼會不肯自己打 我說 你們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何時呢 我就這樣做 我家裡裡面是 小孩 別人會煩惱沒頭路 我將來不煩惱小孩 出來 我家裡很平順 我真的 很感恩菩薩 他真的聽我 感恩聖聰 我真的有時候 整個道路 在那裡的時候 我都不敢說 我說要去 賺什麼錢 我也不敢說 我一整個來的時候 我就很懺悔 我如果做這什麼事情 賺菩薩 你來給我開門 來教教 我也不敢說 我在想 我這時候 我就是做人 就是在家裡 出來 也是收 知道說要收 收什麼 對一個方便 我也是做人 收客意 這是很基本的 就是這樣 從中 我接觸心靈法門之後 我一開始 按照這個 設定 到有這個高雄黃同修 給我講說 我們來練金吧 我一開始的時候 大杯還有七百 薪金七百 禮佛大餐回門一百 自從我練到小黃子 之後 我感觸很多 我有一個宅船 一口 都是三消息 你怎麼把他批 都總不行 自學後 新年換門之後 有一個天我就說 很好 這樣我就想想 我對一個不舒服 對一個不舒服 我是已經想想想 小黃子就這麼燒 結果 哎呀 真的是一丁而已 忽然這麼靈驗 收一丁 我們的小黃子 我們早上的雜孫子 今媽都很乖 都說沒頭 還有就是我的第二女兒 我女兒飛到我就開始 這個 收這個小黃子 要七點十點 佛員 但是福元經紀 我的個性就是 我對一個拿力庫 對一個生意 媽生氣兩間佛員 但是我一家也有做功課 兩小黃子 給一家的藥金做 其實坦白說 因為我個人 是真的感觸很多 我自從二十幾歲 到現在已經在那十幾歲 剛才的事情 一切的困難 都是保釋給我佛員 有的人說 也沒有礙拜 要怎麼做 我從來都不敢說這幾歲 我也真的不敢說 我跟外面跟媳婦說 我們現在環境正要好 全部都要感恩 感恩上床 以外的心態來說 我家裡的要讓路 我會這樣做什麼事情 以外的心態來說 我們這個心靈法人 是真正是末法時期的 真好的花盟 世界上真正有學生 真正有 所以聽到台長這個花盟 我真的很高興 跨到閣雄 這麼多的同修 這麼精進念經 我也是很開心 所以這個心靈法人 在高雄設立的 這個供丘處 我會全力賦慈 再感謝菩薩 還有大家給我這個經費花盈 真的很感恩菩薩 只要誠心菩薩 一定會保佑你的 謝謝大家 祝大家平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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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